这个维也纳曲奇有点意思 加了点线擦的橙皮屑 表面还撒椰蓉 两种香气混在一起 浓郁又清新的 特别好味 做法也不麻烦 敲一颗鸡蛋打散 只要25克的蛋清 黄油上擦一整个橙子的皮屑 软化到能轻易推开 加入糖粉 先混匀 再打发到蓬松发白 加椰蓉拌匀 再加均度橙酒和蛋清 搅搅 最后是面粉 还是搅搅 就成了 装入裱花袋 里面放的是8尺裱花嘴 这时候可以先预热烤箱 设置180度 烤盘上垫冲孔硅胶垫 挤出自己喜欢的形状 挤出自己喜欢的形状 烤箱调整到150度 烤20分钟 蒸蒸 曲奇花纹超立体 我很满意 晾凉的功夫 来做个巧克力淋面 淡奶油加热到微微沸腾 倒入白巧克力中 嚼嚼就化开了 把曲奇在里面蘸个来回 平摊在油纸上 再撒点椰蓉 等淋面凝固就做好了 淋面挂得薄 试起来就没那么拧 椰子和橙子的香气很满意 口感非常酥松 明明就化开了 那今天就像这样啦 拜拜